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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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網友說 是梁靜茹給你們的勇氣嗎 因為歌聲可能好像真的有一點 不是那麼專業啦 但是意思到了 因為最主要要訴求的是 中火的話題對不對 我想這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想要先回歸一下 為什麼寬歌言寬恒立委 他要特別去唱聽海 這其實是我們一個鄉民的傳說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中部嚴家班 當然他們在地勢力還滿不錯的嘛 就是家族勢力 所以大家也知道 以前他們是兄弟子的 所以很多鄉民就說 如果在網路上在PET 批評這個嚴家的話 特別是比較壯的對不對 就會被做成這個消毒 中部中 海警第一排 對不對 海警第一排 那海警第一排 聽什麼聲音 聽海哭的聲音 所以我想這個寬哥真的是很幽默 他拿自己的這樣子的一個 網路來消費 我覺得滿不錯的 消遣一下自己啦 對 消遣一下自己 其實說真的能夠自嘲 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啦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其實這個議題其實是很嚴肅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啊 最近看到什麼新聞呢 因為他們說這個民進黨啊 他現在2025要非核家園嘛 那核電廢除要拿什麼電補 第一個是所謂的這個天然氣 但天然氣到現在啊 大潭桃礁一下要蓋一下不蓋 但是不管如何 基本上現在蓋都來不及啦 我想很難啊 以台灣公共建設的效率 第二個他們用什麼彌補呢 用大量的綠電 那綠電除了兩兆風電 被人家詬病的鑰匙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農地工廠的 農地這個重電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 農地重電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有接觸過 我有這個算是客戶他們在做 那他說為什麼農地重電 他們其實一般不太愛做 很簡單 因為農地呢就是要農用 那重電呢 它本身並沒有一定的法源 所以只能怎樣 每塊農地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那變得很分散 那如果它要循電的話 如果它是蓋在工廠的屋頂 那它一次就可以去循一次 一樣的面積很快 可是如果在農地的話 天啊要開車到處跑 其實很麻煩 而且呢 大家要知道規模經濟嘛 越分散其實越沒有效率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這一種啊 我們號稱啊 為了讓我們這個更加的環保 所以我們改用濾電 可是大家要知道啊 當我們把核電廢除之後 火力呢是更加汙染 變成了廢在哭泣嘛 不只是海在哭泣 廢在哭泣 另外這個太陽能板的製程 是非常非常毒的 到目前為止還是很難處理的 這個之前昆虛也有空 還有海豚在哭泣 對 海豚在哭泣 所以這個海洋哭泣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中火 為什麼大家覺得 真的是必須要來正視 必須要來面對的一個問題 除了所謂的用費發電 也就是空污之外 竟然還有水的污染耶 文三民 這件問題 我要跟大家做報告 因為他上次被盧秀燕開發了六千萬 六千萬是什麼道理 那個中火把那個 那個重金屬廢棄物 偷偷排到海裡面 你們都不知道 白痴泣 我們台灣是一個 補兜金 那個魚類非常多 白痴泣 循環去送這個 海裡 魚類去 魚類去 魚類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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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送 消費者 所以不只是這樣而已 我講那兩天 我們聽黃毅林 黃醫師在說 白痴 自從 淡水比 自從 到現在 是 剛才幾十五千 幾十五千 幾十五千 我要請問你們 核能發電 以前什麼 山雅 車諾比 或者什麼 山山雅的日本 那些核電 那些有四多少人 所以 這個政府頭殼 真的有問題 火力發電 真的是萬萬不可 因為你這個 肺癌和肺腺奶 照X光是看不到 它必須照CT 三十幾萬 然後過去啊 過去大家知道浮島核災 為什麼會那麼慘 就是天然氣草爆炸 整個地方陷入火海 而且這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國安問題 要是我們台灣出現一個強烈颱風 現在三天要補兩艘船 要是船沒有辦法靠岸 我們就瞬間斷電 馬上陷入國安的問題 國安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 真的這個中火 可以衍生的問題 真的是太多了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電 我覺得電力這個 已經都變政治化了啦 已經完全沒有道理了 對 從上一年我有講過 蘇貞昌啊 增加四百億核四預算 結果後來自己怎麼樣 自己民進黨把核四又不要用了 對不對 那四百億要還給我們啊 對啊 那四百億去哪裡了呢 他加減到一百八十萬 這個還有追加減預算 核四不是一次完成 對啊 核四當初設定的時候 不是這個金錢 核四花了五千億 不是第一次到位 不是第一次預算就是五千億 大家要想到清爭 有什麼奇怪 怎麼你們做的工程都一直要 一而再而三的追加 世界經濟真的有那麼好嗎 經濟那個物價值是有 真的有調那麼高嗎 工資幾十年沒有漲 但是追加預算的事情 在這個政府不斷的在發生 而且這個講到機載電力的事情 我要補充一下 很簡單 就是台灣的天然氣不屬於機載電力 因為台灣不產天然氣 隨時會斷氣怎麼叫機載電力 雖然它可以隨時發電 但是你沒辦法穩定供貨一陣子 沒有錯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蔡英文政府還在騙 他把這個天然氣變成機載電力 我覺得本身就完全 跟他要的國防是完全違和的 所以這要提醒大家 除了電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 您可能也很關心 那就是陳水扁前總統 他又可以繼續保外就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早燈報告》 我們下期待